文昌帝君英字文广义揭露 诸位大德比丘 诸位居士同修 请宣开文本第25页 请看文句 《寄人之吉》发明 吉与难不同 难于遭遇年 吉以财博言 世人以财为命 于知生也莫及于衣食 于疾病也莫及于医药 由子女者则以婚嫁为己 欲死亡者则以上障为己 必随利随事周知 诗之未记 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故人不读亲其亲 不读子其子 又曰 又曰 或 勿其其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 立 勿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 承明夫此 则 己 虽在人 不敢 视为人之己 而 直视为己之己 此生生生世世 所以不及也 承己庭曰 宴称 妇人为财主 言其主持财博也 家业虽不可费 然须约己周人 金子多财者 皆欲于财者也 能惜能用 方为财主 但惜不用 不过财如 幽菩赛经云 若以医师 则 得上妙色 若以实师 得无上力 若以登师 得尽妙言 若以称师 身受安乐 若以舍师 属须无法 又云 若己 妻子奴婢衣食 有怜民欢喜心 未来得无量福报 若见田窗中 有蜀雀 饭骨米 身怜民欢喜心 亦得福无量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 这是解释 就结迹 他人的紧急的情况 那对于这句 英志文发明的 温年大义 我们来看 前面是 这个救人之难 那么这里 是寄人之急 那么这个急和难 是有所不同的 难就是灾难 是以突发的 这样的事件而连 那么急 生存资料的急 是以财博而连 就是钱财 衣服 世间人 最看重的是生命 贪生怕死 那么生命 我们的身体 就是叫内命 那么财产呢 就叫外命 一切众生都靠这个财物 作为外命 来维持自己的生命 所以 于生存资料 那么这个衣食 就是最急的了 民以食为天 当他在饥饿的情况下 你给他一顿饱饭吃 这就救了他的急 当他寒冷的天 没有衣服预寒的时候 你送给他的衣服 就救了他的急 这是滋养生命 衣食为重 那么在人疾病的时候 要治病呢 那么给他医药治疗 这是救他的急 劫及他的急 所以我们梵网经菩萨界也说 如果在路上 见到有疾病人不去救 这是属于梵界的行为 与菩萨的慈悲心 是不相吻合的 所以遇到 寄遇 温余流行的时候 我们要给他医药的布施 那么世间人有子女 那么儿子大了 一定要给他找媳妇 要结婚 有女儿的到了年龄 要嫁出去 如果子女到了婚嫁的年龄 这个女儿老大都嫁不出去 那父母也就着急了 这个儿子老大了 都没有找到媳妇 打光棍 那父母就急了 所以以婚嫁为急 遇到死亡的人 他死亡尸体停在那里 要赶紧给他处理后事 上障为急 要把他埋葬好 火化好 你不能尸体脑存在那里 甚至腐烂 所以这个生存 生活当中种种极的事情 一个行善的人 必须要随顺自己的力量 随顺自己的势力 给对方以帮助 这就叫忌 就是救济 结济 那么这种救济 是来自于一种 道德的观念 这种道德的观念 来自什么地方呢 可以上升到一种宗教的立场 就是同体感 我为什么要帮助别人 别人急的事情 就好像自己的事情 那么这是我们东方文化的 一种特有的文化精髓 下面引用的是我们中国礼记 礼记的有一篇叫礼运 来谈到我们古圣先王 对美好社会的一种设想 就叫大同社会 这个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的 第一句就是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于能 讲信修目 故人不读其亲其亲 不读子其子 你看这里展示了一个 非常崇高的这种政治文化的理念 当一个国家是大道流行的话 那么天下所有的人 都是以公众的利益为第一 所以天下为公 不是为自己 那么一个国家的权力 也不是世袭的 一定要把这个民族最贤良的人 选拔到领导的岗位上 最有能力的人 选拔在能够住室的岗位上 不是家族的 人与人之间都讲究幸运 每个人和人之间 家庭之间 国家之间都是那样的亲目 那样的和谐 所以在这种天下为公 大道之行的社会当中 人不读亲其亲 每个人 第一个亲是一个作动词 就是那种孝敬 成圣 孝顺 就不仅仅是孝顺他的父母了 他要拓而广直 孝顺天下所有的长辈 不读子其子 第一个字是 子是动词 就是这种慈爱 抚育的意思 后面那个只是他的子女的意思 每个人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子女 那样的慈爱 那样的抚育 而且对一切这种青少年 也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 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境界 进一步又说 这个财货 是不必抛到荒郊野地去浪费它 就物其其余 提其地也 就是不要去浪费财物 但是这些财物 是公众共有的 所以就不必藏在自己的仓库里面 供自己使用 而是要珍惜这些财物 要提供给最需要的人 那么力气 就是卖力气干活 不要争 不要有那种自私的心理 爱惜自己的身体 不肯出力 那么出力呢 这个卖尽的干活 不仅仅是为自己发家自负 而是要把自己身上的力气 这个力也包括各种智慧的力 身体的力 要贡献给大众 因为它是天下为公 那如果为师的话 它这个力气 它就不会贡献公众了 就好像我们原来讲这个 在人民公社的时候 种公家的田 和种自己的自留地 种公家的田就穿棉袄 种自己自留地就穿背心 那就是正好相反 那么这样的一种 大同社会的哲学理念 是建立在 一切众生同体的基础上 四海之类皆兄弟也 既然是同体 这种生存上的紧急状况 虽然出现在他人的身上 但你不应该 仅仅是视为他人的急了 而要直接地 要把他人生存上紧急的情况 就看着自己紧急的情况 别人在生病 就好像自己在生病一样 别人在挨饿 就像自己挨饿一样 赶紧要给他救助 那你说这种精神 可不就是菩萨的精神 而这种菩萨的精神 世人如己 众生同体 众生受苦 佛菩萨就在受苦 要带众生苦 要给众生乐 这种佛教的慈悲 他就建立在 无缘和同体的情况下 那么鲁家的大同 这样的一个境界 他又何尝不建立在同体的基础上 那么把一切他人的这种急难 就看成自己的急难 所以帮助他 就好像同体 就好像我们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是受大脑中枢 所控制的 它是感同身受的 当一只胳膊断了 被出血了 另外一个胳膊给他包扎 他是不会讲条件的 说我给你包扎 你给我多少钱 什么条件 因为他同体 你这个胳膊把血流光了 他也就死了 所以这个鲁家和佛教的圣人的教化 直接把这种道德行为 提到同体的状态 所以这个地球上 是有无条件的人爱 无条件的帮助的 这就是同体为公的观念 这才是拯救人类的最好的价值观念 既然是他人和我是同体的 所以我们帮助他人的紧急情况 也就等于是帮助了自己 那么我精神乃至多生多劫 竭击他人的困难紧急情况 所以自己生生世世 就不会遭遇到这种 没有衣食 没有医药 等等这样的一个困境 这就是善因善果 当你碰到紧急的情况的时候 他人也就会帮助你 好人好自己 坏人坏自己 那么结计他人的急 就涉及到财务的问题 下面对这个财务 我们怎么去看待它 怎么去智慧的关照 在这方面很多人 处在一种迷惑颠倒状态 这里引用陈启廷先生的一段话 这个古代这个谚语 都称妇人叫财主 那么财主这个 这个称呼是有智慧的 就是他对于财务 能够把矿他 能够作主 跟财主相反的 一个词就叫财卢 那么一个财主 他对于财务的 这样的一个看法是什么呢 虽然他也有 家庭生活要赡养 家人要赡养 也有他的事业 也要投资 他也要生存 所以也不能完全的 没有一点财 但是他会把这个财 就是这个福报 能够接约 能够吸福 这叫约己 就是自己过简朴的生活 自己把属于自己的福报 能够云出来 来结纪那些更苦难的人 这就叫约己 约己周人 约己周人 你看那个范宗妍先生 做宰相 他的俸怒 相当部分 就结纪他家族贫寒的人 结纪了三百多人 他有过年 一个处在高位 自己富贵 如果不想到家族的困难的人 那是不道德的行为 那么现在很多很有财富的人 他都被这个财所控制 成为财奴 不肯去布施 要知道这个财就像水呀 他不可能长久的停留 在一个人手上 你的要让他流动 货币就是要流通的 你今生有多少财 这是你叙事的福报 那么你如何对待这个财 如何用这个财 却是你今生的智慧 你被这个财所奴欲 这个财不仅对自己 对他人 对社会没有好处 而且可能被这个财所毁了 钱字 金字 旁边 两把鸽 生命 小命可能都完完了 所以一个人 能够爱惜这个财富 而且能够布施 能够广泛地用到他人的头上 去做社会慈善事业 他就叫财主 约布施约有 如果他只是吝息 不仅不肯用在他人身上 连自己和家人都不肯用 就好像巴尔扎克陛下的 那个哥囊台似的 那就叫财卢 是这个财务的奴隶 那么下面引用优婆塞 这个一部戒经 谈布施的功德 优婆塞就是受三规五戒的 在家居士 又叫尽是难 这个经典说 如果一个优婆塞 能够以衣服来布施他人 那么这个对应的因果的法则 能够让他感得很好的 美妙的颜色 他的肤色 脸色会很好看 如果以饮食来布施 一般人得到饮食 他身上就有力气 由这个因 他也就能得到很大的力气 无上力 这无上力不仅包括身上力气 也包括他种种的智慧力 意志力 耐力 忍力这些 如果一个人以这个灯来布施 灯是照明的 所以相应的因果 他就能得到清净美妙的眼 他的眼就很明亮 明察秋毫 眼睛也很好看 如果以秤 秤就是车 车秤 如果以车秤来布施 车秤隔了别人 人家坐在上面 他走得很快 也很安乐 相应的因果 他就感得身体受种种的安乐 如果以房舍来布施 房子 大家对住房都很关注 一个家庭没有房子 他勾不成一个家 就像杜仆所说 愿得广下千万间 大批天下寒事去欢言 以房舍去布施 那么他就感得 一些资深用具 不会缺乏的果报 这些因果 法则唯有五眼圆明的佛 才能够看得清楚明白 所以我们长得是不是庄严 我们身心有不有力量 我们的眼睛是不是明亮 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安乐 我们的资深用具是不是丰富 原来都跟我们 有没有布施 这样的福德 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财富等等 是从布施里面得来的 但一般的人 他常常就是贪令 令死 贪就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他想占为己有 令就是属于自己的东西 舍不得给别人 拔一毛利 天下不为也 自私自利 那这样的贪令的性格行为 就会感得恶鬼道的果报 下面这部借经又缘 如果给妻子 还有家里的佣人 如逼 给他们这种必须的饮食和衣服 而且是带着怜悯心 带着欢喜心去布施 这样这个布施的人 未来就能得到无量的福德 这里要注意 有怜悯欢喜心 不能是傲慢的心 讨厌的心 那是不行的 要知道这些处在我们这种低位的人 我们一定要怜悯他 怜悯他叙事没有修到善意 但是要尊重他 而且为什么欢喜心呢 你给他的饮食 他得到饱足之后 他很舒服 他的舒服就是我们的舒服 因为我跟他是同体 他欢喜我们欢喜 所以佛教也讲 众生欢喜 祝福欢喜 众生的心就是祝福菩萨的心 这怜悯欢喜心 这种心理状态是很重要的 进一步不仅是对人了 那就是对那些畜生动物 也都要有这样平等的慈悲心 如果见到自己的田野 就是自己种田的地方 还有自己的凉窗 里面有老鼠 有麻雀 来这个饭 就是来侵蚀这些古民 是什么样呢 要生怜悯欢喜心 不能说田地看他 这麻雀怎么吃我的骨子 还要我怎么打它 把它干掉 我们曾经原来所谓的打害虫 其中就一个打麻雀 全民动员打麻雀 那么一个具有这种深厚 慈悲心的人 麻雀吃点古米 不仅不会打他 而会生欢喜心 麻雀吃饱了 很好啊 他不吃饱 我们就要怜悯他呀 这个老鼠他有生存了 他在仓库里面 能把仓库里面的粮食吃一下 他长得很肥大 叫硕鼠 很高兴啊 他能维持生命呢 毕竟他不可能把粮草 你全部吃完吗 你也不吃一点 给老鼠麻雀吗 大部分还会留给人类吗 就不需要 就大动干戈 农药啊化肥农药啊 什么的杀虫剂啊 等等去消灭它们 当人类用这些化学性的东西 要消灭一些昆虫的时候 它就没有怜悯心 更谈不上同体的欢喜心 当它要对一些昆虫 老鼠麻雀要对抗 要赶尽杀绝的时候 反弹过来 人类也不自在 这就是近百年以来 这种用农药 喷洒这些昆虫 昆虫再反过来 反击人类 最后这些药的毒性 越来越高 喷洒到这些张家上 树木上 过来也杀了这些昆虫 但这些毒性 也被人吃下去了 人类它就疾病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转变一种观念 对老鼠麻雀昆虫 也有怜悯心 不失给它一点 有这样的心 它也就得到 无量无边的福德 那么我们人 人和人之间的和谐 人和动物的和谐 人生态环境的和谐 才能导致一个太平盛世 好 南无阿弥陀佛